每一个来美国的留学生都经历过开始新生活的小忐忑和小无助 这可能跟你的语言水平并不相关 掌握一些衣食住行的小常识 就可以帮你轻松在美国落地生根 飞机落地之后就正式踏上了美国的领土 但是能否成功入境 还需要通过美国海关的提问和检查 入境排队时 持非移民签证者应排在non-residents的队伍 持移民签证或绿卡者在citizens或residents的行列 到你受检时 将护照、海关申报单一并交给移民官查验 移民官会核对黑名单 看看该外国人是否在榜上 如果过去在移民局有过不良记录 入境时则会有麻烦 移民局官员会问你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确定 你来美之后的驻地 来美的目的 及携带多少钱等 这些问题可能是 您是第一次来美国吗 如果不是 第一次什么时候来 目的是什么 待了多久 去了哪里 您本次来美国的目的是 您即将就读于哪所学校 您就读的专业是什么 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如果不是 家属分别是什么关系 通过海关检查后 就可以到相应的行李传送带上 领取托役行李 海关官员将收取海关申报单 并可能对入境者的行李 是否有违禁品 及是否征税进行检查 请注意 务必不要带有侥幸行李 偷偷在行李中 私藏违禁物品 违者很可能处以没收 甚至罚款的处罚 入境时 行李箱上有锁的同学请注意 从2003年1月开始 TSA规定 所有进入美国机场的行李 必须打开接受检查 同时TSA发出警告 除非使用TSA认证的锁 否则被查行李 要么不要上锁 要么海关就有权撬开 破坏被检查的行李锁 航空公司拖运的大件行李 都是在转盘上拿取的 由于数量多 很有可能有拿错 被盗 转机时行李不见的情形 发现找不到行李是 首先不要慌张 看看四周 有没有类似的行李箱被误拿 如果真的找不到了 赶紧找航站人员帮忙 拿着行李牌 机票 向事务招领处登机 至于行李推车 它可能不是免费的 通常需要3到6美金 到指定航空公司柜台 Connecting Counter 办理行李再托运手续 将行李交给该航空公司 柜台工作人员 或放回指定航空公司 行李转盘即可 行李标记是直接托运到 此次旅行终点城市的 如于物击 请找航空公司 办理改签航班手续 到转机航空公司的 国内航线登机处 办理安检手续 可能最多需要 一个小时的等候时间 所以 必须在办完入境手续后 抓紧时间 办理转机手续 完成安检 抵达转机航班登机门后机 请注意 美国国内航班 出饮料外 不供应免费食物 需自己准备食物 如有提前联系 学生会学长学姐接机 一定要约好 具体见面的Gate 否则机场过大 容易迷路 自行离开机场的朋友 可以选择直达学校的 机场大巴 地铁等 虽然价格经济实惠 但因为随身要携带大量行李 略显不便 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 乘坐出租车Uber 或者Lift 当然是最便捷舒适的方式 除此之外 网上可以预定机场专线 价格也较为优惠 出入境美国时 总体需要注意什么 安检时 不得随身携带总量超过100毫升的液体 凝胶体和气污剂 所有液体需封藏好 并放置于一升大小的袋子中 均严禁携带刀具 动物 植物 种子 食物 肉类和水果入境 携带超过1万美元现金入境时必须申报 否则会被海关全额没收 脱印行李时请务必注意 证件 机票 胶卷 任何种类的现金及贵重物品 千万不能托运 入出境时注意言行 不要乱说有关炸弹 恐怖主义的话题 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上 社交媒体中的言论需注意 海关发现聊天内容有移民倾向或违法内容 将有可能遣返 一般常用的处方中西药可携带通过案件处 但有时可能需要您出示需求证明 中药类产品必须是无寄生类植物 珍贵的中药材如舌胆 豹骨 虎皮 鹿绒等属于保育类动物 严禁卸入美国 寄生类植物如兔丝子 石虎等也禁止卸入 作为中药的陈皮也在禁止支列 盗版的美国书籍及录音 录影带 仿冒品 包括仿冒的美国名牌服装 鞋帽 电子产品等商品 一律严禁携带 已经发现 罚款额可高达数千甚至上万美元 甚至还会摊上官司